哈囉大家好 我是沙比 歡迎來到UGS頻道 今天呢 我們要來繼續這個聊聊的系列喔 那今天呢 我們要來聊關於這個巫師3的一些事情喔 以及目前魔物獵人世界 PC跟PS4之間的一些關係喔 另外呢 關於其他魔物的部分啊 我有繼續努力的在整理中 所以各位 欸 再等一下啦齁 喔 各位 嘿嘿嘿 像是大家說的蛇王龍啊 風龍啊 霸龍啊 雷狼龍啊 滅盡啊 這些等等的喔 欸 都有持續在整理 所以不用擔心 不過呢 今天呢 我們就先來講講關於 大概五月份啦 巫師3這個任務 也要降臨PC了喔 所以呢 今天呢 我們就來說一下 關於這個任務的一些事情 以及透過這個任務 可以 可能可以推敲出未來這個PC跟PS4一些走向 好啦 那麼我們就不廢話了 就直接進入今天的正題吧 讓我們開始今天的內容吧 Let's go 有發 五十三 相信很多玩家都略有耳聞喔 欸 但可能還是有極少數的人不知道 所以呢 這邊我來稍微小小小小的科普一下 巫師 這款系列遊戲呢 是由波蘭一家遊戲公司 名為叫做 CD Projektor 旗下的 Red Studio 工作室在2007年所開發的一款角色動作扮演遊戲 而這故事是以波蘭的奇幻小說家安傑薩普科夫斯基的著名奇幻小說 獵魔人所改編的 有興趣的可以去看喔 超好看的我還蠻推薦大家可以去看看 而玩家所扮演的正式遊戲中的主角 莉維亞的傑洛特 至於為什麼他的名字會這樣叫 之後如果你們想要聽關於巫師系列的一些故事的話 我會再做一個專門的影片說給你們大家聽 所以在下方留言吧 而這個傑洛特他本身的職業就是一名獸魔獵人 這邊的獸魔獵人就是一個重點了各位 有玩過巫師3的玩家應該都知道 在觸發一個事件必須先慢慢的抽絲剝繭 尋找當下環境周到的一些線索 才得以尋回真相的源頭 這點其實跟魔物的尋找足跡有點像 還蠻有意思 另外在巫師3的遊戲當中 除了狩獵與戰鬥外 與大部分的NPC交流都會有不同的選擇 而每一個選擇都會影響你的劇情與各種發展 甚至是結局的狀況等等 所以以上我們說到的這些機制 都會與這次即將在5月更新的巫師3連動任務當中有關 為了避免一些劇情的透露 我這邊就盡可能帶過就好了 因為其實在這個任務當中它還是有一些小劇情 我就盡量不要講太多 細節的部分還是由大家自己去親自品嘗就好 在巫師3的連動任務中 你將遊玩的角色並非是我們玩家自己的獵人 而是傑洛特本人 這不是很棒嗎各位 而且呢 聲優的部分也是原本幫傑洛特配音的那一位 各位 他的聲音真的是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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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會有一個商人 這個商人可供你選擇所要的武器 要拿一把武器就自己選擇囉 然後呢 騙手有特別的效果 medicines 我的各位 屁股 好 最終boss的時候可以幫你 但是你要好好的保護他 別讓他死掉 另外一個則是要尋找奇面祖王 這邊要特別的注意是有先前條件的 你必須要解掉貓咪的這個泡狐樹 如果沒解掉的話 這邊跟之間的龍人選者講話的話會卡住 所以沒解的人趕快撿 那麼滿足以上條件後就可以解鎖這個任務 見到令人懷念的這個奇面祖王啦 當然要先給他幹一下啦 呵呵 然後再來就是主線的部分 一隻來自於巫師那邊的一個魔怪 就是這個入手鏡啊 順帶一提 他的種類是遺存種 真的很特別有沒有各位 在狩獵的時候啊 會不時召喚一些生物來干擾你 並且襲擊你 很麻煩 所以呢這隻呢我會建議可以使用大劍加閃光彈加這個傑洛特的火魔法來邊控場邊輸出喔 這樣的話會打的比較舒服一些 當然這樣對於保護毒妖鳥也是一個不錯的方式啊 那麼如果你就算沒有解掉之間你只是單純過主線的話 你在第一次通關的時候也是會得到一顆攻擊珠的部分喔 當然只有第一次空關任務才會給啦 欸之後就都不會了 然後過關後呢你就可以製造出巫師單這個聯動任務的相關武器 還有造型裝備囉 然後當然接下來我們之後還會有這個更新這個活動任務的boss 他也是入手金 當然那時候就有不同的造型 然後以及 要蒐集的另外一把武器喔 所以呢到時候就祝各位 武運昌龍啦好不好各位加油加油 我可以說這隻入手金不簡單喔 好不好各位 其實目前PS4與PC最大的區別就是任務的一些進度啦 欸當然有些獨佔的部分啊我們就不用看喔 以目前PC來看就只差4月19號的栗戰王金揚 以及5月3號的刺客教條衣裝 還有5月9號的這個巫師3的聯動任務喔 基本上有這些呢就同步的差不多了 所以依照目前的情況來看啊 老卡應該是想把栗戰王滅盡龍 讓佳基與PC同步喔 我覺得老卡可能有在打這個算盤 如果如果真的是如此啦 各位或許未來這個DLCSBRO 就很有可能會雙皮臺同步囉 聽到這個是不是很興奮各位 真的有沒有 真的挑戰了有沒有 當然以上這個是我個人的猜測啦 然後對於這個看法 我自己 也是帶著一半洗一半杯的心情在看這件事喔 因為如果真的同步的話 是很開心沒有錯但是 這樣我就有兩個平臺要農了 喔我的天啊我的幹 好 好 好